美帝骑士千万见 最最最奇听我念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董乐 一个听懂听不懂都要假装懂得的正经女主播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帝奇闻榜 第一条 今日份最美差 大美帝一个网站招工 免费刷具 披萨随便吃 还有高薪拿 一边刷具一边吃披萨 最重要的是还有钱拿 这可以说是宅男宅女们的终极人生梦想了吧 最近大美帝一家网站叫做BONUS FINDER 它广发英雄帖 公开征求来自全美各地的专业级追剧狂 这可是一份振振紧紧的工作 只不过这工作的内容有点不走寻常路 你只需要舒服的摊在沙发上 看一看免费的电视节目或者电影节目 再尝一尝来自各地的免费的披萨 这蹭吃蹭喝蹭看的工作完成以后呢 就能获得500美金的酬劳 听着是不是有点像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你该想了 这网站老板是不是钱多了 没地儿去 要来做点好事搞搞慈善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网站方面表示呀 这新冠病毒呢 在美国溜带了一年 愣是从2020年踏步走进了2021年 反复的疫情让大美的不少地方又再度封了城 然而 2月9号的披萨节竟在眼前 这可怎么好呢 于是乎 网站工作人员脑袋瓜子一拍 灵机一动 决定付钱让追剧狂 找出最下饭的Netflix影机 和最适合配具的披萨 帮助大家度过这疫情肆虐的艰难时期 这个网站是大美的一个线上合法博彩网站 经常举办试吃评比之类的活动 此前被邀请试吃的食物 还包括冰淇淋 糖果 汉堡 南瓜派等等 又供满满的招工广告 自然是吸引了大批的影视和美食爱好者 不过 主办方还是给出了温馨小提示 如果报名的人是正在剪纸或者结识人员 那么这份临时工作可能还是有缘无分 既然是工作 那当然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光是吃爽看爽肯定不行 网站针对影集和披萨分别列出了数项评分标准 针对影集的标准呢 包括故事和剧情 演技和浮夸程度 美极观影后的满足感和结局满意度 针对披萨呢 则有饼皮质地和口味 馅料口味 知识够不够浓郁 以及性价比高不高等等 目前 该网站已经列出了12部观看名单 供参加者评分 其中就包括2020年的大热剧集后一期逼 参加者呢也可以选择其他自己喜欢的影集进行推荐 第二条 今日份最矮雅 肠子悔轻 1400亿美金的比特币 因为密码遗失而无法提取 玩股票 玩的就是心跳 玩虚拟货币 自然也是如此 没有错 我说的这个虚拟货币呢 就是比特币 然而 玩比特币的刺激 不光是来自于它本身的涨涨跌跌 有的时候 更是来自于自己糟糕到底的记忆力 自从上个月突破2万美元的关口以来 比特币的价格又上涨了超过50% 这让一大票比特币持有者手无阻导 庆祝自己发家致了富 然而呀 一些比特币持有者却陷入了绝望之中 懊恼的只想撞墙 因为他们忘记了自己数字钱包的密码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比特币 价格一路飞升 而无法兑现 根据加密货币数据公司Chainalysis的数据 全球现有的1850万枚比特币中 有大概20%因为密码遗失而无法提取 价值呢 大概有1400亿美元 帮助用户找回丢失的数字密钥的 Wallet Recovery Services表示 他们现在每天能够接到70次 寻求帮助找回数字钱包密钥的请求 这个数量可是一个月前的三倍 其中一位朋友呢 是居住在旧金山的程序员斯蒂凡托马斯 这位托马斯大哥现在每天都很焦躁 因为他就剩下最后两次机会来猜一个密码 这个密码特别的金贵 它可以让托马斯解锁一个小硬盘驱动器 里面安静的躺着比特币的数字钱包的私钥 而这数字钱包里有7002枚比特币 目前的价值呢大概是2.2亿美元 通往大把钞票的钥匙就静静的躺在那里 而你却拿不了 只能一眼睁睁的看着 小静脑汁的想着 最后恨不得买块豆腐一头撞死 另一类日子过得痛不欲生的大哥 叫做布里埃尔·阿拜德 2011年的时候 他的笔记本电脑被重新格式化 自此以后 他失去了比特币钱包的密钥 损失了800个比特币 现在的价值呢大概是2500万美金 其实这丢密钥的事呢真的不少见 自2009年比特币推出以来 就不断有比特币持有者意外丢失密码 或者扔掉存储比特币硬盘的情况发生 2017年的时候就有报道称 英国IT工作者豪威尔斯 在2013年的时候 错误的将一个庄友 他在2009年挖掘的 7500枚比特币的硬盘 丢进了垃圾箱 这些比特币当时的价值就超过了1.27亿美元 如今的价值更是逼近2.5亿美元 第三条 今日份最热闹 大德州议员在推脱美建国议案 称还有几周感兴趣 最近的美国政坛真是热闹得不得了 离特朗普下台 拜登宣誓就职已经没有几天了 弹劾特朗普这党的事 还在一本正经的推动着 华盛顿也是重兵把守 防止又一次骚乱 这边 大德州的一个共和党籍议员又跳出来说 自己有意发起公投 决定该州是否脱离美国联邦政府的控制 此外 他还宣称 已经有几个州对他的提议感到非常感兴趣 话说回来 这拜登就职典礼的主题是美国团结 American United 这党子是一处不得不说有点小讽刺呀 据美国商业内幕网12号报道 这名大德州的州议员叫做彼得曼 他日前对媒体透露 由于这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实在胜不合我意 他正在推动德州的脱美动议 要在民主党拿到德州的权力之前 把德州拯救出来 在大美帝国会大厦发生骚乱以后 这样的声音可谓是越来越壮大 彼得曼声称 联邦政府已经失控 以不代表德州人的价值观 他还透露 目前德州的议员们已经接到其他几个州的来电 这些州也对未来的联邦政府不满 有兴趣加入脱美动议 彼得曼认为德州大可以牵头 让这些州来加入运动 其实 这已经不是这位叫做彼得曼的议员 第一次提出如此的想法 在去年的12月8号 彼得曼就曾经在脸书上发帖说道 他计划在州议会提出一项法案 允许全民公投 使得德州恢复其独立国家的地位 不过 ABC新闻当时报道称 从实践和法律的角度来看呢 这并不现实 美国历史和法律先例表明 德州无法退出联邦政府 至少在法律上是不可行的 这位彼得曼大哥可能是这么想的 行不行咱另说 至少我的态度还是要表明的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帝奇闻榜全部内容 刀的刀刀刀比刀 刀完今天刀明天 我是你们的董乐 明天的美帝奇闻榜 等你来哦